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子架签 那我还是稍微来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来 正美集团其实是有55年的历史 我们在做传统的标签 包装材其实是服务了很多很多的客户 那我们现在员工超过5000名 然后我们营收超过100亿 主要是focus在传统的这些印刷的领域 我们开始切入整个绿能事业部 其实是在两年多前 我们正式成立了绿能事业部 那主要focus有三种产品 第一种产品是那个节能膜 第二种是锂电池 第三个就是我们希望透过光电跟电池的一个整合 然后可以做到我们所谓的SEPD技术 那正美是一个跨国的一个公司 我们为了要服务全球500大 所以我们在全球14个点都有布局 那除了东南亚以外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市场 再借这个机会 我们也希望说 在圆太这个生态系里面 如果真的有需要美国制造 我相信我们正美这边也可以提供一些 相对应的一个协助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我们可以看到电子架件 其实它已经有一段时间 在整个圆太的一个推广之下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接触到全球500大的客户 我们也许也可以 多听得到一些客户的一些声音 那我们看到传统的电子架件 它其中有几个问题 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电池相关 第二个问题 行销问题 电相关怎么说呢 里面放了电池 那我们就会很担心 它会没电 尤其是在一个很大的卖场里面 里面上万颗 那有一些价格更新 比较长 有些比较少 那你可以想象 这样的电池在几年之后 有的开始就没电了 那怎么办 那另外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价格标签 它长得比较像 对某一些奢侈品牌来说 它觉得我的整个货架 其实是很有卖点 但我放一个塑胶感太重的东西 是不是 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都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毕竟我们经常会被 那个全球的客户 做一些提醒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电子值有些时候 它就是看起来就这样值 明明是显示器 它没有办法做一些行销的 一个动作的话 其实很可惜 然后呢 甚至有些时候 那个我们都知道 彩色的电子值 它切换画面 会比较久一点 那有些客户 他就会希望快一点 甚至觉得闪烁 是不大好的事情 但对我们来说 以我们团队的角度来说 我们如何把缺点 化成优点 甚至用来吸睛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做的产品 到底有哪一些好处 我相信第一个 最重要的事情 是如何让静态的电子 可以动起来 变成行销工具 这是我们要的 因为其他的都没办法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把电子值 可以做序列式的控制 有序的 不要乱 更新的时候到处乱闪 我们不要做这种事 但是它是有序的轮动 那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在货架上面 直接把人流给拦截下来 因为整个marketing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货架 那是最后一里路 我可以把人流 在货架上面 拦截下来的话 那我就可以帮忙 上面货架的一个商品 增加它成交的几率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 是做了一个 很序列性的一个控制 在控制上面 我花了一些力气 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 整个我们叫用电焦虑 好了 在用电上面刚刚已经提到了 我们如果要 不要有那么有焦虑的情况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其实是整个货架一系列 可能各位刚刚已经看到了 用一个整合式的电池 它是智慧性的电池 它可以让后台知道 它现在电量多少 那当然有些人说 我的电池也可以啊 但是那时候推估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电池 会用一些比较安全的技术 叫磷酸离铁技术 可以让后台直接侦测 它目前电量多少 甚至是当你的电量 已经低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用 电源管理的方式 直接变成某一些颜色 让整个现场 比较容易去 去判断哪一些 显示器它其实已经快没电了 这是第二个部分 所以在用电焦虑的部分 我们也提出了我们的一个看法 但是客户永远不满意 我说那我焦虑 虽然降节了 但是还是要换电啊 难不成没有电了 我又拿去丢了吗 这个真的很不符合ESG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的团队 整合了一个第三代太阳能电池 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电池团队 提供的除能的一个功能 我们就可以让货架 它就算做这些更新 做这些行销的动作 它可以变成一个行销勇动机 你已经不用考虑电池以外 你也不用插电 它就可以放在那边 做你想要它做的事情 另外我们客户呢 既然我们提出这个东西 我们就会遇到重度使用者 那除了用电子纸以外 我们是不是有机会 甚至像LCD 像这种功耗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使用呢 当然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电池团队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除能的一个系统 我们甚至可以把电池 这个计算它所需要的容量 直接迁到货架里面 让你推着走 因为客户永远需要什么工具 我要在这个流量的热点 我要有一个货架直接摆过来 要它闪 要它广告 所以整个设计 我们已经满足了最基本的一个需求 就是电量你不要焦虑 再来重度使用者也可以帮忙 所以我们跟其他人做的最不一样的事情是 把电子纸变成行销工具 然后呢 甚至你可以不要插电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Unplug 之前大家说Plug and Play 我们是Unplug 这边我就必须要再强调了 那这些智能化的东西 我们也有自己的后台 但是我知道很多合作伙伴 他都有自己的云端 我们这边感谢一下 那个瑞讯智能提供的一些协助 但是我们对于一些 比较大的一个通路 我们也开放API 可以直接来控制 我们这个SEPD的产品 所以简单来说 可以看到这一页 我们有几个基本组成 序列式控制的SEPD 我们可以选择Indora 这种刚刚讲的第三代太阳能电池 以及我们的除能设备 这几个基本单元 那我们还是说一下 那个我们如果可以做一些行销功能 到底有什么好处 再架上做 你当然可以做一些饥饿行销 一些价格宣传 你也不怕它闪 因为它跑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想看说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可以把这些东西 做一些呈现之后 我想对于货架上 你可以做一些 即时的一个行销宣传 因为你已经有足够的电了 你不再把它当做电子纸了 你可以做这方面的 甚至一些现金回馈 那也可以QR Code秀出来 这些都是我们举的例子 这是我们客户在用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你也可以 所以最重要是连接ERP 然后直接把库存 直接修在上面 那个每拿一个就少一个 这种部分的话 我想对一些刺激一些消费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个 所谓的第三代太阳能 Indora的 就我们刚刚也提过 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很多那个生鲜超市 它可能在下午两点半到四点 它就要做一些那种 生鲜熟食的一个促销 那你就要去这边更新嘛 那如果我们用 这个第三代太阳能电池 我们装上去之后 你每天做这件事情 你就不用担心 电池快速被有耗尽了 它是一个永动机 我们刚刚讲 行销的marketing的 广告的一个永动机 所以这两块 就是让它变成行销工具 以及变成那个在用电上面 可以更有弹性 会是我们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重点 这个第三代太阳能的组成 其实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太阳能电池 在这里非常感谢那个台硕 台硕这边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一个燃明电池 再来就是我们全职子公司性能 也是我现在在主管的一个公司 它是做一个干式制程的特殊排线 这个排线可以让那个整个太阳能板 快速的拼接在我们要的一个位置上面 这跟一般的FPC 就比较难做到这一点 它可以很有弹性的 什么叫干式制程 用镭射用圆刀 我们就可以切出我们要的pattern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卡在那上面 第三个就是我们智能电池 它是一个看起来很像充电宝 很像那个行动电源 但是它事实上可以连接后台 这样的组成我们变成一个三合一的解决方案 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希望 跟整个电子池生态的一些合作伙伴能够合作 因为我们供应这个东西 不管以后圆太想要推Signage 它可以直接接着就上 不用再担心电池跟那个接电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做的方式是跟其他几位做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整个电池完整的一个团队 在做这些事情 我们这个模组 大家有看到整个那个 显示器它是可以做拼接 不管是LCD 或是我们这一次看到圆太半导 它也可以把电子做拼接 但其实我们太阳能板也可以拼接 因为你用电 每一个应用场景可能用电不一样 你需要快速拼接 你必须要解决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的工程团队也把我们的PV 虽然变成模组 紫模组 但模组之间还是可以做拼接 这样子就可以支持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应用了 那我们这一次推主要有两个系列 第一个是Carol View 就是刚刚固定式的 各位可能有部分人可能看到了 我们是固定Pitch 我们很在意那个整个外观 希望那些奢侈品的品牌 它对于外观追求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做一体式的一个管理 它不是说一颗一颗放在货架上面 因为货架上面的空间 其实寸土寸井 如果我们把它整合好 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其实是很好去做一些规划的 这个是固定式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是可以直接插拔 其实每一个 ESO背后都没有电池 它是看背后这些轨道在传输 它传输什么 讯号跟电力 所以在这一块它也可以摆脱 而且可以正面取下 你要放哪里就放哪里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有我们的一些 因为制程的关系 干式排线制程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解决方案 那最后我们必须说我们整个系列 就是SEPD 再有我们有两种儲能 一个是小的Power Bank 智慧的一个大型的儲能系统 再加上我们有一个产电的Indora 它生产的电 捐流输入到我们的电池里面 我们把它儲存起来 这个代表什么 只要你开灯 我们就会给电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一个诉求 然后支撑了我们SEPD 跟我们单机型的一个电子价钱 各位 这个我们就把我们这些卖点 跟别人不一样的做一个汇整 各位可以回去参考 那可能接下来我们还是播放一下 我们的一些介绍 正美SEPD PV 为一个革命性的电子架签解决方案 有三个部分组成 一 序列型电子架签 二 置顶型室内照明产电模组 三 PowerNexus 云端CMS管理 第一部分 SEPD序列型电子架签 SEPD序列型电子架签利用独家技术 透过序列控制 让电子只不再是静态显示 而是动态显示工具 将有力提高行销活动的效益 透过讯号变化闪烁过程 快速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让顾客在众多产品中容易抓住特定资讯 降低选择困难 进而提高购买意愿 更是新世代增加销售的行销工具 第二部分 置顶型室内照明产电模组 置顶型室内照明产电模组 利用室内灯源即可产电 直接面对光源 可面积最佳化 效率最佳化 持续产出电能续存于电能储能装置 传统电子架签使用一次性扭扣电池 电池用进时 维护需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取下 更换电池 在挂回架上 甚至将电力耗尽的电子架签直接丢弃 无法呼应全球性的ESGT畅 而SEPD PE 可达到净零排放原则 电力自产自用于电子架签做每日两次以上的轮波变换 第三部分 PowerNexus云端管理 PowerNexus作为序列型电子架签的云端CMS管理 可控制电内全部电子架签显示 轮波编辑 PowerBank电力监控功能 并电力耗尽之前发出警示 以降低用电焦率 此外 PowerNexus可针对不同客户可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 对于大型企业客户可开放API设定 对于其他客户的需求 亦可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谢谢各位的观赏